这场对于我来说还是一种 从不论是技术上 还是心态上 还是精神上的一种对抗 它给我们的压力 还是很大的这场球 然后虽然前三局打得比较轻松 但是它第四局 包括之后的发挥 超过了就是想象 所以把这个球 才会打得就是这么胶着 它的技术上 还是有我们觉得 我们学习的地方 因为离胜利很接近嘛 包括是3比1的时候第五局 我10与8领先 那个球 其实那两个球想到了 就是想到一部分 然后没有大胆出手 这让我自己就是感觉很懊悔吧 所以导致时评那两个球 发挥得也不够坚定 我10与8领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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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球想到一部分 我10与8领先 我10与8领先